法师好 我们学习到教法之后 那对境会以自己所认知 所学到的东西去做一些行词 但是事后会发现 自己以为对的其实是错的 那对于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怎么样能够比较精准 正确的在每一次的学习总结之后 不是依到自己的方向一直走 然后可能要到很后面 才会发现说原来从头到尾 一直是被烦恼说蒙蔽 然后自己还以为自己做对了 这样请教法师谢谢 其实你问题很清楚也很好 那就分两段讲 第一个是说 有的时候自己对境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依法在调心 依法在用心 然后事后发现说 糟糕那个法我好像没有认准 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怎么去避免它呢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 那就像老师讲的 你诗号要做总结 其实就好像师父常讲的 那个老师有解释过师父那句话 师父说这个常败将军常败将军 那把失败转成成功的因 那老师就故意问那失败就是失败 它为什么会成为成功的因呢 主要是因为你在失败的经验当中 你有做正确的总结的关系 所以师父以前也很喜欢举爱迪生那个例子 听说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 他要找那个可以做灯丝的材料 他试了1000种都没有成功 人家就要跟他讲 哎呀你看你失败1000次你会不会很痛苦 他说没有 我至少知道有1000种东西不能拿来做灯丝这样 所以他每一次失败 他会从里面总结出一个经验帮助他成功 再总结出一个经验帮助他靠近成功 就是这种精神这样 第二个就是说 那就算是我这样努力去总结 我还是有可能总结错 就是我总结的时候 我角度跟观点还有可能是错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总结的时候要有标准 你要有一个依循的标准 要有一个观察的标准 观察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也常常说 老师说广论上面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总结 好 那这句话可以分成两重意思来讲 第一重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当然你要用广论上面讲的内容做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自己 到底是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 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反过来讲是什么 如果你经过你的学习跟承担 你可以总结出来说透过这样的学习跟承担 让你对广论上面的某一字某一句某一段某一个法类 更增长了你的信心跟理解 那这就是价值连程的收获 为什么 因为广论是最胜教授嘛 对不对 大经大论是无期最胜教授嘛 对不对 我们最近才学的那个甲二一二的这个一切圣言线为教授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透过你这一生的学习跟承担 你可以对最胜教授更增长了你的信心跟理解 那这就是你最有价值的收获 这一生没白过这样 好 那这就是说那我对广论的理解 我想用广论来做标准 我对广论的理解也不一定对 怎么办 对不对 那第一个那当然有机会问老师的时候 当然问老师啊对不对 那没机会问老师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问法师 我又没机会问法师的时候怎么办呢 同行切磋琢磨研讨很重要 同行切磋琢磨按照教理 根据师长的教诫 根据经论 根据教理来做这种切磋琢磨的研讨就很重要 对我们法师来讲 那种切磋琢磨的研讨就叫做变境辩论 懂吗 而我们这群同行不是普通的人 大家都得到老师师傅的射受 大家都对老师跟师傅有信心 对老师跟师傅有誓言 这是一群有加持力的同行 所以你们这样研讨 就会慢慢在这里面 逐步逐步的进步 会慢慢修正 发现跟修正之一很多的错误 这个同行是有这样子的力量 知道吗 这蛮重要的 好 这个问题也很好 好 所以你们下次就记得 通常说有什么问题跟新的要说 一定要打头症 因为你打了一个头症 后面就很多人举手 你前面的人累积的质量 好像特别大 知道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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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